今天给大家开箱这只初音未来花枝与润 整体的造型真的超级卡哇伊 而且附赠了非常多的替换配件 也让这只不可动的Q版初音有了更多有趣的玩法 水花可以作为底座让初音单独放置 变成一只可爱的茶虫 而揭开湖盖就可以将水花嵌进湖中 湖盖可以和这只替换手进行组合 变成雨伞的替换剑 这么看来这只初音又好像变成了 从湖中冒出来的牡丹仙子 真的非常心动 三种牡丹分别对应花苞 占开和盛放三种不同的状态 在摆放上可以单独放置 也可以组成花团锦簇 细节方面稍微有点肉 但是作为Q版的配件却又肉得刚刚好 不过这样四片花瓣可以在周边拧散放置增加意境 但要注意茶虫的本体非常轻 初音站在上面会有一些摇晃 而在湖底和茶台做了瓷吸 只需要将初音放在茶台上 就可以大大减少摔倒的风险 老规矩说完优点我们再看一下不足 首先就是头顶的牡丹花式 做了颜色的渐变 个人感觉是有一些化石的天竺 在这种地方抠细节 有点破坏整体色调的和谐 另一方面就是裙身的颜色有点发挥 长袜更是严重 显得非常的脏 不知道大家是否介意这一点呢 不过我最介意的还是这把油纸伞 因为闪面没有做出褶皱 所以不管是拿在手中还是摆在一旁 都显得非常的奇怪 目前这款Q版春音 在海鲜车上的价格大概在150元左右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点赞投币收藏转发 这对我真的非常重要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白了个白 拜拜